嗯 朋友们大家好 有网友留言呢 想看这个客家梅菜扣肉 来今天必须给他安排 广东福建客家地区的朋友们呢 请回避一下 今天呢 我来为其他朋友们 普及一下这个客家梅菜扣肉的做法 这个做法呢 不一定是正宗 但是相信我绝对是个下饭小美味 来咱们一起看看 这里1公斤的5号肉 可以给它切一刀 这个梅菜呢 加一点水泡一下 泡出那个杂质的灰尘 5号肉冷水下锅 葱姜料酒 在这个梅干菜 有剁碎 再调个灵魂的酱汁 盐 不相分 酱油 敷乳 再倒点这个敷乳汁 化掉酒 要是有福建那个红旭酒呢 加一点那个红旭酒 味道更好 这五花肉呢 买的比较干净 所以都没什么浮沫 水开之后呢 继续让它煮10到15分钟 不时的将它翻个面 让它稍微熟透一点 然后煮透凉以后呢 拿出这个融膜膜的叉子 然后给它搓几个洞 一边喊口号 一边搓 那口号就是 你看我炸不炸你就完了 每块肉炸完108个孔之后呢 倒一点米粗哈 稍微给它按摩一下 这样呢 一会炸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起泡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 咱们待会看看 最后我们再滴滴滴这个老抽 不要太多哦 让它上个手 按摩一下 那锅后不要起来油 多倒点进去 有人烧到溜场料的时候呢 将这个五花油控一控水哈 然后呢 披草一下 炸至溜面筋膀 可以拿去泡水 将那个锅离开那个明火 这个余温太高了 利用那个余温呢 包装这个酱片 然后将这个美菜也下去炒香 五花油炮出虎皮之后呢 我们取出来切片它给它 现在炮到后面 我这里是炮了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 要是想那个虎皮更明显的话 建议你们可以泡一个小时以上哈 但是呢 我没有时间了 以后还有别的事要去 让它弄了 皮朝下 将它码到这个碗里面 让它紧弄了 这个天啊 又黑下来 反而它一会 蒸到一半下雨的时候 又饿活了 一会儿 美菜也给它加进去 这美菜呢 剥菜有点不够了 少是少了点 没办法 少给它铺整齐一点 最后再均匀的倒上这个里面的酱子 就这样子呢 刚才忘了加糖了 我又加了一点 铁板子盖好 上锅蒸 用大火先挣它一个半小时 看看什么情况 趁这段时间呢 我来探个小青菜啊 今年呢 就简简单单的 一混一树 非常完美 经过漫长的等待 现在我们来见证这个时刻的奇迹 哇 啥都看不到 把它断出来吧 咱们来偷偷的瞄一点 哇 蒸出来还真有模有样的吧 将那个汁水倒出来 因为大火受干脂 再淋回去 然后再给它倒过来 哇 这碗多少点热 哇 非常完美 刚才的酱子淋回去 撒上一把小葱花 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客家没拆扣肉 你学费了吗 来亲爱的朋友们 忙了4个多小时 5个小时不到 现在呢 终于可以吃上了 干杯 真不错 真不错 看看最大块5个小时 没拆扣肉 我不客气了 嗯 满满的 客家山美味 嗯 这味道 也太香了 甜咸度呢 也正好 但是呢 不过软烂 我蒸了只有一个半小时 按道理来说呢 这道菜呢 必须要蒸2个小时 至3个小时以上 现在吃呢 就稍稍有点嚼劲了 趁这个五花肉 加而不贵 切厚一点 实现五花肉自由 吃腻了 就吃点炒 越远越 北菜拌这个大米饭 非常的有灵魂 嗯 这一口下去 你们说 八不八道 嗯 嗯 烤鬼鸡 醬汁翻翻 越吃越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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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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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视频啊 录到这里为止 要是觉得我这个视频呢 能够激起来为你的话 点赞 关注 订论 转发 下期讲的是什么 留言区 评论告诉我 下视频再见